烤了两天 这个肉总算是烤得差不多了 这是火不够大 然后地方不够标准 这烤出来的肉没有熟透 底下一部分能够直接吃了 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天气是阴天 然后我过来烤腊肉 烤腊肉的架子才刚刚弄好 还要把肉全部挂进来 现在肉价波动很大 前四五天六块五一斤 好多人抢啊 我们家没有抢到 然后这是凌晨一点去抢 抢了一头猪回来了 然后分了分 我家就搞了六十斤肉 八九块钱一斤 去年肉价二十几块 连腊肉都没有买 这个肉买来就把它用盐 和花椒腌一下 这个是腌制了两天的 我用这个铁钩 这个前面是带钩子的 把它钩在这个中间 就这样 这一串应该也有三斤 这里十来串肉还没摆完 都把我摆累了 这是我家新罐的香肠 这个香肠味道很不错的 就说这个香肠的加工费 是五块钱一斤 有肉一半的价格了 准备一筐子木头 这个是前年准备的果木 这个是三色素的木材 现在是干的 可以拿去生火了 公寓三骑士 必先利其器 用这个巨大的剪刀 去把新坎的果木枝剪一下 就这样把它全部剪成一截一截 把材就这样架好了 加这么高 然后点火 简单粗暴的点火方式 直接把木头点着 这个火焰有1000度 点着了 慢慢的烧 还是有一定的烟了 要到后面有很多烫火以后 慢慢烤 像这样的材估计要10筐以上吧 20筐左右 火还要再加大一点 加均匀一点 已经烤了三个小时了 这个边边上的肉的颜色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个中间的有的已经烤糊了 那个中间的有的已经烤糊了 等下要调一下肉的那个方位 火的正下方的就容易烤好一点 烤了7个小时 明天还要烤一整天 有的烤得很不错了 有的还不太好 因为这个火不可能烤到很均匀 所以明天还要慢慢的调整 每块肉的方位 今天烤到很晚了 不知道大家 啥时候自拍腊肉 本来觉得昨天就能烤的 今天又继续烤一下 烤到天黑应该差不多了 柴火 应该是够的 不知道啥时候搞点烤鹅 还搞几只烤鸡啊 哎呀 烤了两天的肉 眼睛都熏瞎了 实际上一股肉的味道 用这种果木烤的肉 比较香一点 这两天就在这里 老老实实的烤肉 还是比较香的 不知道大家的家乡 有没有烤肉啊 以前我们这边都是熏肉 用稻壳啊 或者是稻草啊 用烟来熏的 熏的金黄的 那种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感觉那种不太健康 这样直接烤的话 虽然要浪费一点猪油 因为烤热了以后 那个油 会滴滴答答的往下落 然后这样烤的话 可能瘦肉多一点 然后味道也更加好一点 毕竟熟了嘛 也耐放一点 放个一年半年的 就直接挂在墙上 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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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